嗨,大家好 这里是庶民经理 很高兴你能来看我们的视频 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 又让人气 又让人笑的一个笑话 这个话还出自一位 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的嘴巴 他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小偷经常在一个地方偷窃 然后呢 某天被警察抓到了 这个小偷 还特理直气壮的去指责辱骂这个警察 说你平时都不来这边巡逻 为什么今天就来巡逻 来之前为什么不先跟我打个招呼 大家听明白吗 这是出自一个台湾立法委员嘴巴里说出来的话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位立法委员 钟嘉宾 是怎么样的去鬼扯的 真的是让人看了又好气又好笑的 大家一起来看看他怎么说的吧 其实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同样的日本是高规格的市场 同样我也问一下钟嘉宾你一个问题了 日本一年的出口额分离是多少了 中国大陆的出口额是多少了 消日本的检疫我们没有听过说有这种 之前检疫的不合格率很低突然之间一时间跳到50%不合格 检疫有一个稳定性 什么逻辑啊 检疫哪里有什么稳定性一说的 从来只有是法律法规 是一致性 检疫何来的稳定性 你说 哪个老师教的嘛 那么如果是看人毛咪 要你言的时候你通通都作弊 放水的时候你通通都pass 那这样的老师的课啊我想呢 什么样的课 老师的课大家会去修 营养学分嘛 不去上课不点名嘛 对不对 这样学生受欢迎啊 这个老师很严格你会去 什么啊 这是台湾的立法委员说的话吗 学生要作弊 学生要逃课 老师今天管得严了 学生居然可以这么坦然的去 指责辱骂老师说 你平时干嘛不严一点 今天突然严起来你干嘛不跟我说 这什么逻辑啊 这是台湾的立法委员吗 这是一个正常人说的话吗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说的话吗 这什么狗屎的理论嘛 台湾的凤梨那么好 为什么教日本的少 教中国的多 两个三个问题 第一个距离近 第二个 中国的品规跟简易较松 日本比较古猫 我就想问一下中嘉宾 为什么 日本会比较严 大陆会让你理解的会比较松 为什么 你有说吗 你敢说吗 你心里其实很清楚啊 在这里装什么傻吗你啊 莫名其妙的嘛 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 为什么给你们松 心里没点数吗 这个松 不在于说法律法规的不一致性 今天松明天井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后面最后你听谢龙介怎么跟你上课的 不知道瞎掰掰 瞎掰掰的 当然 日本因为我们供的是高端市场 所以日本的要求很多 所以台湾的凤梨龙 台湾的凤梨龙 其实为什么说三天就知道 因为他 刚刚我们谢议员说那六甲 六甲要给你抽的检印 检印箱 检印盒 其实呢 我们在屏东产地集货场的时候 那个都会说啊 我要放这个尾 因为就是抽这个尾 照说我们抽六盒 应该是随机的抽啊 怎么固定的抽呢 首先 麻烦你钟嘉宾 说话要有证据 即使 如你所说的 现在是你台湾的凤梨要进中国大陆 不是中国大陆要求着你 中国大陆爱怎么抽你就怎么抽你 怎么的 你现在反而还有理咯 讲好了 如果你固定讲好 是谁造成 当然双方都有责任嘛 双方都有责任 老师 今天 监考抓到学生作弊了 老师也有责任咯 按你这个逻辑 警察抓小偷 警察平时不巡逻这个地方 今天巡逻这个地方了 把这个小偷抓住了 警察也有责任咯 你是这么说吗 你要我进去 你还告诉我怎么过 那通常贸易商会指导农民吗 钟嘉宾啊 你也知道 有个贸易商要指导农民啊 大陆海关明文规定 借口从就是不能进来呀 始终就是这样啊 你的经销商 应该告诉农民 该怎么消灭 不让借壳从出现呢 对吧 就算 就算如你们所说的 大陆的海关是腐败的 啊 收你们红包的 又如何 又如何 你们是第一天跟大陆 做生意吗 你们 哪一天 不骂 中国政府 是腐败的 你们不清楚吗 你们知道啊 那你想想你是农民 同样有钱赚 我是不是做的检疫比较宽 这个如果正常的检疫 货柜里面 不会每个都减 他一定是抽嘛 但是抽的时候你要抽 是随机的抽啊 我们所有的海关验货都是这样啊 哪有可能每个货位打开 每一个箱子都是翻查呢 所以嘉宾你的意思是说 中国的海关 本来就对台湾 农产品的检疫有特殊优待 我不晓得 你太让人搞笑了好吧 钟嘉宾 前面这么正正有词的 说了这么一堆 贫秀里跟你说 是不是有优待 你又说你不晓得 那你前面在废什么话 你在放什么屁呀 我就搞不懂啊 说对你有优待吗 你又不晓得 前面又说这样子那样子 中国比较松台 日本比较紧 你这什么意思吗 说点人话好不好 刚才讲法就这样子啊 我说的是说我们在现场 因为那个龙介兄讲的 也是现场听到的 我听得到就是说 农民在集火场的时候 他就让我们知道 说要放这个六个位置 六合 那是否对岸是按照这个位置去抽 我不知道 但是过去的检出 不合格率很低 是事实 你到底是知道 还是不知道 一伙说不知道 一伙说这又是事实 你到底在说什么 这个不知道 那个又不是事实的 一直在胡说八道 前后矛盾的 亏你 还是 奉离第一 县的 屏东的立委 居然说话这么莫名其妙 待会你听听谢龙介怎么给你上上课的 有些东西 有一说一 把自己的话说 圆了再说 前后矛盾的在这里放屁 为什么25号之后去的 28号 27号到港的 为什么抽出来 通通都是满江红 这个要中国去解释 放你个屁 全世界哪个地方 警察抓了小偷 要警察跟 小偷去解释 我为什么抓你的吗 你有病啊你 我们没办法解释 但是薰针的问题要讲清楚 薰针的问题 其实多数的国际的农产品 贸易当中 薰针是可被接受的 我们到日本去 不合格 就说有演出来 你也可以见到薰针 薰针很贵 刚也说了 你到了人家家里再去薰针 成本很高 最好乖乖在家里 不管是水洗了 喷气了 还是薰针好 让它不要出错 成本较低 所以 农产品的贸易 基本上就是成本的考量 哦 搞个半天 你也知道 全世界的贸易农产品 都是要薰针的 原来 你也知道 在家里薰针是 成本比较低的 那请问你 你台湾的凤梨 干嘛不提前在自己家里先薰针呢 干嘛不薰针就用到我们中国大陆呢 把借壳从给 传染到中国大陆来呢 你原来都知道啊 原来前面都在放屁啊你 原来你台湾的 果农就是要准备要害中国大陆 对吧 你是想说这个意思吗 那为了快速通关 你不可能每个乡 我们对别人也是这样 但是简易就是一个国家的国门 03年为什么阿扁执政的时候 我们要把泰国的红毛丹 跟那个 三组禁掉 因为我发现有活蹄 有蚂蚁 我就禁了嘛 所以16年李秀莲要去泰国过境 人就给你认识不认识了嘛 那大陆对我们一样 你只要验到活蹄 这次就是看到活蹄 所以我告诉你 而且不是现在 你问出口商桌 你有问出高雄你就知道嘛 去年就通知你了嘛 去年就跟你讲我们不再熏针了 所以你如果被验到就是退运或是销毁 以前我是用秀化甲丸把它 把他那股心 很好事 要让你放行嘛 现在不再这样了 那你台湾澳洲对我们的检疫标准就是一定要 秀化甲丸 薰针两个小时 你没有做啊 清楚了没有 听到谢龙介讲的这些基本的事实和道理了没有 你清楚吗 你作为屏东县的立委 你这些情况你难道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一定要大家把这些事情全说明白才让显得你无知吗 显得你白痴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